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今年最在意的对手不再是三星的李在荣,而是英特尔执行长纪兴格。 根据媒体报道,在台积电运动会上,张忠谋公开说,别的公司会利用地缘的趋势,没有全球化,没有自由贸易,竞争者会利用那种优势来打败他们,台积电未来几年的挑战会比过去几年至少一样严峻,或许更为严峻。 张忠谋口中的别的公司,箭头即指向英特尔。 他认为,现在美国政府和部分客户是因为顾虑到价格、成本,才没有转单,假如成本不增加,能从美国本地的厂买到IC,就会把订单转向位于美国的晶圆代工厂,这就是英特尔凭借的优势。 张忠谋指出,英特尔现在还没有晶圆代工厂,但他们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鼓励。 张忠谋举例,2021年拜登当选后第一次做国情咨文报道,重点就是高科技制造要重回美国,他的model模范不是台积电的刘德因,而是英特尔的基辛格。 张忠谋说,拜登报告时,基辛格与拜登夫人就坐在国会二楼的包厢里,拜登向整个国会介绍基辛格,这是很大的面子,也代表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。 不可忽视的是,基辛格2021年上任后推动的一连串改造,正逐渐提升英特尔的竞争力。 首先是制程的突破。 报道指出,今年9月英特尔创新日上,基辛格秀出英特尔在制程上的一连串突破。 之前,英特尔在2014年推出14奈米制程后,花了8年时间才正式推出名为英特尔7的10奈米制程处理器产品。 而台积电早在2017年初就开始用10奈米制程大量出货,并先英特尔5年推出。 因此,当基辛格上任时宣布,将在4年内推进5代制程时,外界都觉得这个计划过于疯狂。 但他上任后,除了10奈米制程上限量产,今年底,英特尔第一款采用极紫外光设备制程的英特尔4制程,相当于台积电7奈米已在奥勒钢厂量产。 采用这款制程的Meteor Lake处理器即将上市。 Intel 3制程将用在数据中心使用,代号CLR Forest和Granet Rapids的处理器上,预计明年上半年出货。 据分析,接下来,半导体将从原有的FinFIT电晶体结构,进入到GAA环绕式炸机场效电晶体。 英特尔第一款采用GAA电晶体和背面供电设计的20A制程将在明年量产。 基辛格今年9月公开表示,最后一个节点是18A制程,以接近完成制程设计定案,将供接下来的Panther Lake处理器使用,预计明年下半年准备进入量产。 英特尔制程中的A代表i米,18A级1.8奈米。 由于台积电将于2025年推出2奈米制程,是否代表英特尔将超越台积电? 台积电发言人黄仁钊表示,台积电明年推出的N3P制程,效能表现和英特尔即将推出的18A相当,但成本更佳。 但2025年推出的2奈米制程将在拉开和竞争者的距离。 这也是台积电第一次直接回应和英特尔的制程效能差异,表示有信心持续领先,但也显示英特尔的制程差距正在缩短。 根据报道,基辛格表示,英特尔不会在18A制程止步。 今年底,英特尔将在奥勒冈厂导入最新的高数值孔径EUV设备,用来开发18A以下的制程。 他也曾表示,英特尔之前过于自信,泰湾采用EUV,以制制程被超越。 讽刺的是,EUV其实是英特尔大力支持下发展出来的曝光技术,现在英特尔正在快速修正这个错误。 基辛格说,他今年的耶诞礼物就是高数值孔径的EUV。 面对英特尔的极起直追,张忠谋认为,英特尔在关键策略上仍落后台积电,的确你问客户,假如英特尔有好的服务,技术又赶上,又有好的制造良率,价钱又是一样的,客户要下单给英特尔OK,但他并不认为这都会发生。 不过,他承认,确实是有这个阴影在。 此外,除了制程突破外,基辛格也大力重组公司。 英特尔是目前唯一的大型IDM公司,同时设计并制造IC。 过去业界对英特尔的评价是,IC设计能力一流,但制造能力拖慢IC设计部门推出产品的速度。 这使得IC设计部门只有落后制程可以使用,眼睁睁地看对手抢走势战略。 原本外界的期待是,英特尔将分拆IC制造部门,专注自己擅长的IC设计。 如此一来,英特尔IC设计部门就会和超微一样重估价值,股价成长10倍以上。 但基辛格10月底在一项专访中指出,它正在重组内部资源,他们现在是两家内部公司,加三家卫星公司。 他解释,所谓两家内部公司,一家是像灰达一样顶尖IC设计公司,另一家则是像台积电一样,为包括英特尔在内客户制造晶片的晶圆代工厂。 这个名为IDM2.0的策略,将能释放英特尔的竞争力。 因为,IC设计部门不需要再迁就制造部门,如果外面有更好的晶圆制造供应商,英特尔也可以委托对方制造。 此外,制造部门也不需要再被英特尔发展X86技术的定位束缚,可以代工制造ARM、RISC-5等不同产品。 英特尔今年组成UCIE晶片联盟,让一颗晶片能按照标准拆成好几块让不同公司制造。 像今年英特尔将发表的Meteor Lake处理器,就被美国媒体认为是第一款和台积电合作制造的处理器。 报道指出,这款处理器除了核心的运算单元,仍由英特尔自行制造。 处理器里的AI运算单元、输出入单元,传出式较由台积电制造。 这样,英特尔可以同时用较小的产能生产大量产品,利用台积电的竞争力降低成本,同时还能保护自己在制造处理器上的关键能力。 但英特尔内部的晶圆代工厂就要与台积电直接竞争。 英特尔最近除了邀请媒体赴马来西亚参访英特尔封装厂,表明可以承接先进封装订单,在先进封装产能缺乏时大力抢单。 基辛格在第三季法说会上,表示已有三家大型客户承诺采用18A制程制造IC,但不愿意透露客户名单。 同时,英特尔不断累积IP合作厂商,建立晶圆代工生态系,快速强化发展晶圆代工的重要基础。 台积电在晶圆代工商业模式上的创新,使原有的IDM阵营被大幅削弱,英特尔是唯一存活的大型IDM。 如今,基辛格用IDM2.0策略回应张忠谋的晶圆代工模式,台积电如何创造新价值,应对英特尔的进击将会是一场更精彩的对决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